安心事件 雖然已經發生了兩個幾星期 但很多人仍是議論紛紛 最近有網民促請TVB炒了王心榮 和取消她港姐的資格 同樣是港姐出身的向海南就說 向海南這天出席食肆活動 看她的身形好像圓潤了不少 自從去年搬回香港後 家裏有媽媽和姑娘姐 基本上每天早上抹眼就有食物 所以每天吃了午餐 真的肥了很多 所以現在真的要減少 很多時都說減肥是女人的終身事業 不知道她又是否這樣看 其實我真的覺得瘦身是一個終身職業 每天其實看著磅 到現在我都會每天早上起床磅 一看到自己重了一點 其實真的會不開心 還有很多時其實穿衣服都很重要 譬如你買一些衣服 肥了穿又覺得不好看 然後瘦身穿上身都很漂亮很開心 我覺得這件事都很滿足到自己 尤其是五月頭有維然亞集的慈善晚宴 我們維然亞集全部香港小姐 每個人都要穿晚裝很漂亮 所以一定要保持一點點才行